巴西在這次參加高雄世運,在有樣的體操部分出現了一對姐妹的拍檔。 她們終於是混合三人的項目出賽,由於從世在一起生活和訓練在一起,默契十足,巴西第一次派出選手參加世運會這個項目, 希望能夠是奪得金牌回去。 有樣體操就是將有樣動作規則化,變成專業的競賽項目,配合音樂,連續做出一連串節奏性和動態的動作。 巴西選手馬傑拉和馬尼娜正在訓練這個項目,她們看來有點相似,原來是紫梅花, 從2004年開始,搭檔是在各地來比賽,混合了三人項目的的確是需要訓練的默契。 為了是巴西首度參賽,她們每一日要訓練將近四個小時,是從拉筋暖身開始,然後是跟著音樂的節拍分段來訓練。 教練就是一邊來指導,動作一定要一致,就好像是融合了為一體,稍為出錯就必須要重頭離過。 訓練場全部都是獎杯和參賽的照片,她們希望在七月份之後,能夠再參加高雄世運會所奪下的獎牌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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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